他现在都指着我 你凭什么让人指着你 对方只要发力 你的中心就没了 对不对 所以当对方一指上之后 一旋转 他就指向外侧了 你看都指向两侧了 你打他就是了 他想回来很难的 他想回来 你还控制着对方中心 还不让他回来的 又打过去了 是不是 所以搭手就要旋转 这是没毛病的 所以这就是洪军生先生所说的 捧劲是螺旋 为什么洪军生先生说 太极拳捧劲是螺旋 为什么捧劲不能是撑着别人 例如当我站好洪军装 对方一打我的手 好我现在撑住他了 担住他了 但大家停一下 想一想其中的一个逻辑 我担着对方的时候 对方现在还指着我的中线 他随时能够掉我的中心 我的中心就站不稳了 或者把我发出去 就是我担着他的时候 他知道我的中心在哪里 第二他指着我的中心线 第三我现在不知道 他的中心在哪 大家想想这个逻辑 这里面有三个问题 第一他摁着我的中心 因为我要担住他 我肯定要整体形成一个框架结构 这就是王翔斋先生所说的 是吧 做别人的拐棍 我硬担着他 对方稍微一拿 我就走了 然后一拳打脸上来了 这是第一 第二他指着我的中心线 他直接往前打我脸也行 碰就打我脸上了 我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状态 第三 我不知道他的中心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这不叫捧筋 这是一种笨直撑 但是这个东西他必须有 对方一打手 你撑都撑不住 对方就直接拖你下巴 你就牙都掉了 你肯定要先撑住 但是呢 胡云生先生 包括庞国老师 跟我说的特别好 要旋转 当我们两个人搭上手之后 在搭上手的一瞬间 我就需要把他的势变开 大家看他指向我身体外侧了 这个时候我是安全的 而且他是被动的 我想发下去 直接就把他给发出去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刚刚说过这是不对的 那当我划开之后 我知道他的重心在哪 他还威胁不到我 当他需要再夺回中线的时候 夺回来的时候 他感觉要指开我了 我又滚动开了 把他的势指向一侧 所以我始终比他快 肩膀一撞 就把对方撞出去了 只有旋转才能 让我始终站在有优势地位 就像对方拿个枪 好比用手比这个枪 你凭什么让他指着你 他指起来一瞬间 你是不是要把他偏开 然后他可能再想办法要回来 对吧 再想办法要回来 你再给他偏开 他只要不指向你 他就没法发射 搭手也是 你凭什么让他中线指着你 你看对方再回 再回我们再变 是吧 撞或者是 骑主或者撩当都可以 所以建立捧劲的过程 也一定要先建立结构 先能撑住对方 你撑住对方 你谈不到旋转 但大家要知道 至少是分两个阶段的 先成装 成为对方的拐棍 然后再加旋转 但是我觉得 洪军生先生的认知 大家还是需要去思考一下的